我第一眼就覺得 她長得很像鐵達里昊的那個女主角 這是屏東大火英勇殉職的消防員賴俊如 對英國籍太太薩爾瑪的第一印象 兩人在八年前 因為消防署舉辦的 中英學生交流活動而解釋 來自英國伯明罕的薩爾瑪 出生在巴基斯坦信奉伊斯蘭教 賴俊如為了讓她有家的感覺 還特地在家中弄了祈禱事 去年12月小龍口在台灣登記結婚 兩人看彼此的眼神充滿愛意 兩人的異國愛情故事 收邀拍成紀錄片 沒想到影片還沒播出 就發生屏東工廠大火 賴俊如副第一線救援 沒能平安回來 讓妻子薩爾瑪相當悲痛 但對先生的犧牲感到無比驕傲 那個媳婦真的很棒 年輕漂亮 而且有智慧 善解人力 當第一天發生的時候 我也是跟她 我太太就跟她講 今天那個沒有 我們全家都會把你當成女兒 失去摯愛 家人心痛萬分 但對於賴俊如身為消防員的 犧牲奉獻感到自豪 當初全家人一起幫忙追妻 現在兒子不在了 賴爸爸說要把媳婦 當成女兒來照顧 家人間的深厚情感溢於言表 TBS新聞 葉峰達 劉璇 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